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招大家如何隐藏iPhone上面的Duck 让你变成超级整洁的风格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做过一部一模一样的影片 只是这次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iOS 16是应增了锁定画面桌布的切换 界面又变得更复杂 然后里面有更多选项 所以不一定你用旧的方式可以设定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新的方法吧 其实要隐藏iPhone上面的Duck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当你的颜色调到了一定的浓淡程度的时候 它的Duck其实就会自己消失 那在日本就有这样一个非常赞的网站 已经帮大家制作好可以隐藏Duck的桌布 而且它的桌布都是一贯的简洁风格 而且它的这个网站非常的有趣 除了可以隐藏Duck之外 还可以用桌布达到非常多的iPhone上面的效果 例如说帮它加一个边框或是隐藏资料夹之类的 总之可以玩东西非常多 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隐藏Duck 所以我们先打开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网址我会直接贴在说明栏跟留言区 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击 或者是你也可以Google这个网站的名称 叫做Mysterious iPhone Wallpaper 那这个网站的拥有者是一位日本人 不过它里面的说明除了日文之外也有英文 那你第一次点到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点不知道你要的东西在哪里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遍 你点到它的主页之后 你往下滑会看到每一个不同的分类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帮你的桌面夹边框的话 你就点到这个夹边框的桌布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像我一样隐藏Duck的话 你就点到下面这个 High Dark Wallpapers点进去 它所有隐藏Duck的桌布都会在这个项目里面 点进来之后 你往下滑就有非常多不同的种类可以去使用 那第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 就是它有分深色模式跟浅色模式 所以就依照你自己想要的类别去选择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浅色模式好了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然后它下面会被注说哪些机型可以使用 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款是所有机型都可以用 所以我们就点这个All iPhones点进去 接着我们往下滑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颜色 例如说粉色绿色蓝色 找到你想要的颜色之后 我们随便点一个进去 然后接着它就会显示这个桌布 我们就长按这个颜色 然后接着储存到相片 然后我们到相簿里面去找到刚才那张桌布 接着我们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键 里面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作为背景图片 点下去 然后这边就看你要不要帮你的锁定画面加一些有的没的 那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按下右上角完成 然后这个画面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要点下面的自定主画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要调整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选项 我们要把这个选项关起来 然后按下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接着我们再回到主画面 这样子就设定成功了 那如果你发现你用完之后还是有色差的话 请检查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的深色模式是开启还是关闭的 那我们这张桌布深色模式是要关闭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再来第二个要注意的设定 就是我们到设定里面的辅助使用 辅助使用点进来 我们去找到动态效果 里面的减少动态效果 这个选项必须要是关起来的 那这个设定完毕之后我们再来示范另外一个深色模式的桌布 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们先回到上一页 然后我们去找一个深色模式的 例如说第二个好了 然后这一次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网站的备注 就是我刚才讲到那些要注意的事项 其实他都有写在最下面 就是这边有一大堆日文 对不对我们看到下面其实是有英文的备注的 他有跟你讲说要注意哪一些点 首先他说设定这个锁定画面桌布里面的模糊必须要关起来 我们刚才有示范过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有设定过的 那个辅助使用里面的减少动态效果必须要是关闭的 那再来第三个要特别注意的点 就是如果你今天iPhone还停留在iPhone14-15的话 你必须要到设定里面去把你的深色模式 会让背景变暗的这个选项必须要关起来 那注意完这边的备注之后 我们到上面来选一张我们想要的颜色 那这个深色模式的桌布其实每一张看起来都差不多 我们选一张深红色好了 一样点到这个颜色之后 我们长按它储存到照片 然后我们再到相簿里面 来把它设定成桌布 然后设定桌布按完成的这一瞬间 会跳出这个画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要特别注意我们要选下面的自定主画面 然后右下角的模糊必须要关起来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的完成 好那现在大家看到我是有色差 是因为我现在深色模式是关闭的 那我现在把深色模式打开 这样子我的袋就消失了 是不是还蛮好玩的呢 而且它里面的颜色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我们回到上一页呢 看到第三个又是一个白色的桌布 那这个是差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它说它还可以隐藏资料夹 隐藏资料夹呢 因为有些人可能希望它的桌面是干净的之类的 而且我之前有教过大家 如何把你的资料夹的名称设成全空白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然后另外一个差别呢 就是我发现这个桌布跟 我们刚才不是有示范另外一个白色的吗 这个桌布是比较干净的 因为我发现第一个白色它是 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痕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这样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全白的话呢 可以试试看这个第三个选项里面的白色桌布 不过它其实也不是白色 它就是有一点渐层这样子 但是其实设定起来看起来还是全白的 然后再往下看呢 其实它还有更多的桌布跟更多的颜色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进来探索一下 而且今年我发现这个网站 它又多了更多的权项 像是下面它是有图案的 这个有图案的没有iPhone14 Pro好难过 所以如果你是用iPhone14以下系列的话呢 然后你又刚好觉得这张桌布很可爱 可以试试看看 那其实这个网站非常好玩 它之前还可以帮你收听画面的那个手电筒 还有相机加图示有没有 就是它可能有一个小小翅膀 或者是冒密的图案在上面之类的 就非常的好玩 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学什么 或者是你看这个网站有什么看不懂地方的话呢 你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个赞 还有订阅并且开启小叮当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